新北市市长侯友宜23号 兼借了17名荣获保德性青少年志工精英奖的新北学子们还有学校代表 表扬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奉献心力 也肯定他们热血行动力让新北更温暖 已经推动19年的保德性青少年志工精英奖 本届共有近4000位青少年志工报名 分享自身服务故事 其中新北市竹林高中的刘慧桥 福音国中王又可 横一高中黄佩珍等三位同学 获得全国仅30名的杰出志工奖 三名高中的林毅成等13位同学获得奉献奖肯定 另外福音国中代理学生投入公益活动 获得服务教育楷模殊荣令人敬佩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特别接见17名获奖的新北市学子与学校代表 志工服务学习是我最重视的一个品德操守的一环 尤其新北市推动不管是同金志工志工银行 世代志工都希望同学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能以牺牲奉献找到自己的价值往前走 作为他未来追求人生的方向 品德教育在一个国中的一个学生里面 我认为是在这个学习阶段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福音国中里面 服务学习这个项目是列为孩子很重要的学习一环 竹林高中刘慧桥和同学共组手拉手团队 深入偏乡举办儿童营 她说虽然办活动很累但收获满满 我们在投入志工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累 再来就是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但是看到那些小孩非常快乐的笑容 然后并且在活动营队 营队活动结束之后 他们还不想要放开我们 他们还一直拉着我们的手 然后一直说你们下次可不可以再来 可不可以再来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明年没有排 真的没有排这国小的活动的话 我们也会变得很不舍 胡语仪市长也强调 新北市一直以来都相当重视青少年服务学习 透过这次公开表扬优秀的青少年职工同学 请问可以号召更多青少年投入职工行列 为社会带来正向力量 记者声明这门期新北市采访报道